而在马来西亚高屋阿苏山的原住民孩童 也正在享受一场不一样的学习 幽靖的森林 简朴的凉亭里 由慈祭志工到来时 气氛变得不同 平时我们进来他们都会走掉 叫他们他们也会很害羞地走掉 但是这一次 叫过他们了 他们就会靠近来 叫他们他们也会过来排队 又叫背井的慈祭志工洪雅思 改变了原住民孩子原本无所事事的生活 喜欢上学也爱上手语歌 阿苏山的孩子起初对慈祭人陌生害怕 不过十多年来每个月一次的见面 有真诚 有关爱 产生了信任 笑容更加开怀 大爱新闻 真诚美之工 庄记志黄瓷锦杜勇药 马来西亚报道 大爱新闻 真诚美之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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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诚美之工